我在美国 让我来说 高维维 维维到来 各位大家好 你们正在收看的是维维到来节目 我是高维维 现在我们是在纽约的长岛拍摄一个很特别的节目 而这一特别的活动 就是位于长岛的冬季首列地墨市 每到秋天 贵族们就要荣誉出动 集体狩猎 享受这个过程当中的追逐乐趣 当然 这一运动也从英国传到了世界各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到Smit Town Huns 2018 《Closing Huns》 很高兴见大家 今天我又跟她也穿一下他们起码的衣服 OK 声音非常严重 对吗 这个是《Master's Code》 我的天啊 我太抱歉了 但我太高兴了 我今天就冒充一下《Master》 他们这个衣服要穿的话 要是经过几年才能够有资格穿上这个服装 那我今天就冒充一下 《Master of the Hunt》 《Master of the Hunt》 manages the hunt and directs the hounds and directs what happens 狩猎是英国古老的王室贵族运动 而猎狐是上层社会难以抗拒的传统 近年来 因为来自动物保护法和民间舆论的压力 猎狐逐渐变为追逐追踪的乐趣 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傻路 今天我们冬季并莫是要进行的猎狐 并没有活生生的狐狸 而是由一个领队 带着一个装有狐狸气味的皮囊 在前面释放气味引路 每当羊娇小号的宣商声传来 人们就知道 一年一度的猎狐季节到了 此时成群的人穿上特殊的打猎狐 骑上高大的马匹 在大群猎犬的除荣下 满山便宜的追逐狐狸 最后期莎我把肠猎猎都长 response 大群年时有坏日子 另一个许多得 人们想打 cosine 到外猎狐狸 We sai 大甴猎维围 Viviti 在赫鸽的肠兰 那是不時不准确 在猎湖接近尾森的时候 大家分文把爱马带回运输车 这样也不例外 他说因为自己离得近 所以运输马皮过来只需要15分钟 而这样的一辆拖车 算上小马鞠 一次可以运输5匹马 这样谈到自己马的时候 一脸骄傲地说 他是专门从爱尔兰运回美国的 具有爱尔兰的学徒 他始终认为 马是可以读懂人性的动物 十分的聪明 打开结束以后就开始吃东西了 在T Park上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湖泊的姑娘们也在饭后 手舞足道地跳了起来 看了今天的节目 大家想知道 关于更多的猎狐的故事吗 我们下期微微到来 不见不见不散 高维维 微微到来 每周五晚 九点五十五 播出